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资料 真属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 14226B6A22F14D01F6D3F20BDC5B8C9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一方4-3 决杀鲁能盖探世界波州挺成最年长进求者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D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V0027Y7FASP IMJHTTP ENOOS GTIMG.COM NEWS APP LS051206716906404800 D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V004-3 决杀鲁能盖探世界波州挺成最年长进求者 时长约2分27秒 起探周报特约记者卢嘉明报道 亮球落后追平 但还是被决杀 山东鲁能在客场3-4输给大连一方后遭遇三连百 横峰 横大 大连 无论是监冠队还是保级队 鲁能都输了 积分榜上 鲁能被当手的国安拉开积分的差距 监冠的希望越来越小 甚至连第四的位置都受到苏宁的威胁 鲁能到底怎么了 曾经最稳的防线三场丢了11球 球队遭遇滑浅如是的连百 间歇期成了他们调整指推的机会 鲁能已经遭遇三连百 中场失控加心态失衡 进入八月份后 鲁能的赛程十分命题 基本就是三天一场比赛 尤其是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 鲁能在11天的时间里有四场比赛 而且还有两个远距离的可长 这四场比赛 鲁能取得二胜二负的成绩 在联赛里 鲁能三比一击败滑下 但之后连续输给恒丰和恒大 两场比赛中间的组结杯半决赛首回合 鲁能客场一比零击败大连 密集的赛程下 鲁能的表现出现波动 自明镜二三球员被争掉离队 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球队的阵容轮换 连续输球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防守 面对恒丰和恒大 鲁能丢了七个球 李肖鹏直言这是防守体系的问题 两远败 这给了鲁能压力 让原本形式不错的争冠前景蒙上阴影 而鲁能的问题还远未结束 客栈大连 鲁能的防守再次崩盘 有时单场丢了四个球 四个丢球当中 三个是被对手从中路打将 还有一个点球 某种程度上 鲁能三场丢失一球 问题不只是出现后防线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场 就拿对阵大连的四个丢球来说 盖坎射门前几乎无人防守 周景进去前沿拿球后 突破也没遇到阻力 第四个丢球员自卡拉斯卡进去爱的远射 同样也是中路防守出现问题 很显然 鲁能的防线突然崩盘 源自中场的失控 这给了防线更带压力 也处于被动的位置 从18场丢15球到3场丢11球 防守问题突然爆发 这让离枭 彭影有些始料危急 从人员搭配上看 鲁能的中后场人员并没有太大变化 但全队的心态波动明显 连续击把重庆和华下后 鲁能队员有了争冠的想法 只落后国安一风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想法并不过分 但是 鲁能全队似乎还没做好准备 或者说 还没及时调整全队的心态 就遭遇了当投放客 客场输给贵州 一场输球 上鲁能全队的心态又出现波动 紧接着对阵横打 实力本身就处于劣势 但球队还想着和对手对攻 差距就被放大 李肖鹏承认 高估了球队对攻的实力 这也反映出球队存在的心态问题 某种层面上 李肖鹏也有了更多想法 但现实却是连续的输球 客战大连 鲁能的目标肯定是三分 但他们面对场分欲望 更强烈的大连 又没有及时调整好全队的状态 半场就被打了个2比0 在落后的情况下 鲁能问起直追 曾一度将比分搬成3比3平 但球队的问题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这才有了卡拉斯克远射中注后 金强的捕射绝杀 心态上 队员们的确急了 战术上 李肖鹏也到了瓶颈期 总是出现上下半场 看若两队的发挥 这本身就是不成熟的体现 也是鲁能跟罐子最大隐患 三连板是打击也是刺激 看下机 分榜 鲁能被国安拉开七分的差距 真挂得希望渺茫 但并非彻底失去机会 只是 鲁能21场36球的进球效率对比恒大 国安和上岗差距明显 这也则是出球队整体阵容配置的不足 排名前三个球队 都有高水平的万元作证 这也是他们强势的原因所在 鲁能的万元并不差 但对比前三的球队还是差距明显 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争冠险阱 会很难 间歇期 李肖鹏计划给球员包下五天 全队七号重新集中备战 对于三连板的鲁能来说 这个间歇期是一次很好的调整机会 如何重整防线 这是一个关键 当然 在进攻端 如何更好的发挥他而得力 配来和格德斯的作用 同样重要 尤其是格德斯 他如今还是第四万元的定位 但在球队连败的情况下 或许他可以带来一些改变 还是要指出的是 间歇期后 鲁能还生九场的联赛 六主三个的赛成绩为有力 而且他们只有一场与争冠对手之间的对决 那就是客场对阵上岗 反观国安 横道和上岗 三队之间还有四次交手 这也就给鲁能追问提供了可能 要想创造奇迹 前提还是做好自己 鲁能先阶段的任务是找回自己的状态 重新找到赢球的方法 才能让自己的希望更大一点 除了联赛 鲁能还有足节杯的比赛 首回合客场一比零赢球 让鲁能处于有力的位置 但回到主场也不能大意 如何顺利进入决赛后 面对国安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整体上看 三连百对鲁能来说是一个打击 也是一个刺激 期待球队可以用好间歇期的调整机会 再收关阶段 别再掉印子 再掉印子